第136章 艺术 焚香谷 密室 古朴的屏风隔开了时室的空间 一身灰衣的上观测安静地站在原地 耐心地等待着 过了许久 焚香谷谷主云一蓝苍老的声音从屏风后头传了过来 我听说师弟你这次追查九尾天狐 行踪古怪 而且最后关头却突然命令众弟子都撤了回来 可有此事吗 上观测嘴角露出淡淡的一丝冷笑 他自己猜得到云一蓝口中那句听说究竟是听谁说的 整个焚香谷中此刻除了自己只怕也只有云一蓝最心爱的弟子李循 可以在这里通他说话 只是上观测也不分辨什么 只缓缓地道 不错 云一蓝沉默沉默了片刻道 如此做师兄的就十分不解了 听师弟教我可好 上观测对着屏风微微欠身道 不敢 我是在追踪九尾天狐的路上 遇见了一个人 所以才命令朱弟子立刻回转 并马上回谷 向师兄禀报的 云一蓝的声音明显一阵道 是什么人 居然让师弟你如此重视 上观测缓缓地吐出两字 道 乌妖 屏风后头突然沉默了下来 许久都没有声音 上观测耐心地站在那里 云一蓝的这个反应 本就在他的预想之中 当日他见到乌妖的时候 心中震撼也是非同小可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屏风后头才传来云一蓝 缓缓的声音 他们 还是终于忍不住了 上观测 从云一蓝的声音中 一点都听不出 这位师兄心里究竟想着什么 是胶着 是震惊 他完全都听不出来 他盯着那座屏风 接着道 还有一点 云一蓝嗡了一声 这次却有些意外了 上观测深深地吸了口气道 无妖手中 夺到了五族圣器中的两剑 黑杖和谷玉 什么 云一蓝终于无法再保持冷静 在屏风后头脱口而出 上观测心头略过一丝冷笑 但面上的表情却丝毫没有变化到 应该是兽妖 不知从哪找来了一个骊族的巫师 然后传了他黑火巫术 进而利用其挑动苗骊两族的争斗 从而将黑杖谷玉 从苗族祭坛大巫师手中抢了过来 之后 那骊族巫师本想反叛兽妖 但兽妖早有准备 让妖巫用黑火惊珠杀了此人 将两剑圣器夺回去了 云一蓝冷冷地哼了一声 居然还有这等不知死活的家伙 顿了一下 他的声音隐隐透出了几分严厉道 这几件圣器关系重大 你怎么不动手 上观测面色漠然的 我赶到的时候 黑杖谷玉已经落在巫妖之手了 而且他身边还有恶龙 云一蓝沉默了下去 半晌才缓缓叹息一声道 天意 天意啊 我们百年大气 就这般毁鱼一胆 上观测 漠然不语 青云山通天风 白云飘飘 掀起营绕 这如人间仙境一般的地方 鹤鸣声声 清润月耳 回荡在天际 十年前一场激战回去的御清殿 此时早已经重修完毕 而且看去气象万千 规模红大 彼之当年 由有过之而无不及 数十根巨大红色石柱 撑着栋梁 垫顶 做黄色的琉璃 阳光照下 耀人眼目 一片辉煌 垫顶的中央 高耸如塔尖 碧玉圆环 做宝塔形状 由大到小 从下往上 连行三十六层 肩顶黄石 晶莹通透 沿向八方 飞跃而出 东 南 西 北四面 雕金龙细珠 东南 西南 西北 东北四面 雕彩凤飞舞 金龙彩凤口中 巨弦琉璃风铃 随风飘荡 发出清脆的声音 更增添了几分鲜意 在这 赫鸣风铃的声音当中 一身白衣的陆雪旗 在玉清殿前石阶上 缓缓而上 旁边 不时有几个 正在打扫石阶的 青云弟子 见到陆雪旗 都点头见离 其中 有一两个年轻刚入门 道行上青的少年 被陆雪旗容貌所设 竟在遗忘之后 不敢再看 脸色微红 而低下头去 陆雪旗 一一回礼 脸色一如往常般的 毫无表情 向着石阶尽头那座 高耸威鹅的电雨走去 身后 忽然传来 哗啦的一声大响 一声龙吟一般的声音 打破了这里的寂静 陆雪旗没有回头 那是碧水寒潭中的 青云门镇山灵兽 水麒麟 又爬出了水面 到潭边岸上 晒太阳睡懒觉了 这里的一切 都这般宁静而和谐 又有谁知道 曾经有一个少年 从这里愤然而出 投身于另一个 肮脏血腥的世界呢 陆雪旗 走完了这长长的时节 默默看了一眼 高大的玉清殿 走了进去 宏大的殿堂内 光亮 从四面八方开着的窗子 照了进来 显得特别的透亮 丝毫也无阴暗的感觉 青云门掌门 方金天下正道 第一人的道玄真人 灭含微笑 端坐在竹殿大位之上 在他的右下手 还坐了另一个人 却是陆雪旗的恩师 青云门小竹锋首作 水月大师 陆雪旗为之一正 他此番从南疆归来 因为是道玄真人派遣 所以先回掌门通天峰 向道玄真人禀告 然后才打算回山 见师父水月大师的 倒是没有想到 水月大师竟然也在通天峰 而且看去 这玉清殿上 除了道玄真人和水月大师之外 再无其他人在座 到此 他们二人专为等他回来一班 见到陆雪旗进入大殿 道玄真人 首先和蔼地微笑出来 他旁边的水月大师 虽然一向冷漠 但对着自己这最心爱的弟子 自然与旁人不同 眼中也有几分疼爱的神色流露了出来 陆雪旗走了上去 向道玄真人行了一礼道 见过掌门 然后转头 向水月大师也行了一礼 但对着情童母女的恩师 他说话就随便多了 道 师父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道玄真人笑道 我昨日接到消息 致你今日回山 并将这消息派人知会了你师父 而且正好有些琐事 要与你师父说说 干脆就把他请来了 陆雪旗应了一声 水月大师坐在一旁 看着自己这美貌的弟子 只见陆雪旗 七双圣雪的容貌上 还有一如往日般的美丽 而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不知怎么 看着就觉得他的脸色 隐隐有几分苍白 水月大师心中暗自一动 两道秀眉 也不为人知的 轻轻的皱了皱 道玄真人 可没有水月大师 与陆雪旗 一起相处了多年的经历 当下也不觉得陆雪旗 有什么不妥 只微笑着继续道 雪旗啊 这次前去南疆 探望焚香谷 谷主云老先生的事情 办得如何了 陆雪旗沉默了片刻 当下将自己在南疆的经历 一一说了一遍 只是中间 将在天水寨与鬼里 深夜诀别的一幕 隐匿不谈 道玄真人与水月大师 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慢慢听着陆雪旗 一路说来 听到此番焚香谷中 谷主云一蓝 仍然没有露面 只有上官策和李寻等人 出来解释的时候 他们二人对望了一眼 眼中都有奇怪的神色 但也没有说话 到了后来 听着陆雪旗面无表情地说道 南疆苗族七里洞中一战的时候 鬼力出现 众人激战的时刻 道玄真人面色 顿时冷了下来 而水月大师 却似乎是想得更多 同时也知道自己徒弟的心思 不由得多看了陆雪旗几眼 只见陆雪旗 在说到鬼力被李寻偷袭 又为他所施展的 神剑玉雷真觉所伤的时刻 说话语调虽未有变 但眼中黯然的神色却是一闪而过 水月大师在心中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合起了双眼 道玄真人 等到陆雪旗说完之后 退到了水月大师身旁站着 向水月大师望了一眼 冷哼了一声道 哼 张晓凡那个孽障 十年前没有除了他 书今 果然已经养虎为患 水月大师睁开双眼 有意无意地 向身旁的陆雪旗看了一眼 淡淡地道 这都是命述使然 强求不得的 陆雪旗的脸色似乎又白了几分 道玄真人沉吟片刻道 嗯 从雪旗刚才所说来看 这十年来 此人道行 似以大进 水月大师 缓缓点头道 嗯 张晓凡 能在瞬间以嗜血诛 将十几个离族战士 稀释惊喜而亡 在被李军所伤后 又立刻反错于他 连坟香谷有名的 纯阳玉齿都抵挡不住 这份道行 已不再 他看了肯露雪旗道 已不再齐儿和你门下的 消以财之下了 陆雪旗面无表情 道玄真人却是缓缓地摇头 水月大师正了一下道 怎么 师兄莫非以为我看错了吗 道玄真人叹了口气道 那妖孽被李军偷袭在前 又被神剑玉雷真爵所伤 非但没有命丧当场 反而还能飞起反击 我料其 抵挡神剑真爵之威的 必定是天音寺针法 大反般弱 而既用本门太极玄清道 破开神剑真爵的法力阵势 冲进雪旗之后 雪旗说 此人双母如血 嗜血诸魔棒鸿芒大圣 这必然是用嗜血妖力 制住雪旗 从这些来说 他融会三家针法 道行之高 多半已胜过我等门下弟子了 他看了一言路雪旗的 只是 那时多半他已筋疲力尽 强弩之末 所以无法再下手伤害雪旗 否则 雪旗的神剑玉雷真爵被迫 等如毫无还手之力 实在是危险之急 雪旗啊 此人看来 已将佛道魔三家大法 容于一身了 道行跪异难测 日后若遇上此人 千万小心啊 陆雪旗的嘴角动了动 握着天涯神剑的手指 悄悄握紧又松开 低声道 是 水月大师看着他的模样 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忽然道 齐儿啊 你一路辛苦了 就先回去歇息吧 我还有事与你掌门师伯商谈 待会儿便也回去了 陆雪旗应了一声 向道玄真人望去 道玄真人摇头一笑 微笑道 嘿嘿呀 你看我这记性 真是老糊涂了 雪旗啊 这里没什么事了 你先回小竹峰 好好休息吧 陆雪旗这才走了出来 先向道玄真人行跪一礼 然后对水月大师道 师父 那我先回去了 水月大师点了点头道 你去吧 陆雪旗低头应了一声 缓缓地退了出去 片刻之后 消失在道玄真人 与水月大师的视线当中 道玄真人沉吟了片刻 叹息道 唉 好一个张晓凡啊 可惜了 水月大师淡淡地道 那孩子变作这般模样 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道玄真人的眉头一皱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道 水月师妹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水月大师 一脸的漠然 但说话的语调 丝毫不变当 没什么意思 张晓凡 弃名投案 我们多少 也有不对的地方 道玄真人沉声道 莫非 水月师妹以为 我当年的做法是错的了 水月看了道玄真人一眼 只见他脸色少有的严肃起来 叹了口气 缓缓道 唉 师兄 你别多想了 换了是我 也是要和你做的一模一样 我刚才是说过了 畅小凡 那是命述使然 天意如此啊 道玄真人沉默了一会儿 脸上的神色 渐渐地松弛了下来 只是大殿之中 气氛却似乎开始 有些尴尬起来了 过了片刻 道玄真人缓缓的 刚才 你也听到了 雪奇这番前去 还是没有见到 云一兰云谷主 你怎么看 水月大师哼了一声道 哼 云一兰那个老家伙 一向神神秘秘 故弄玄虚 此番也不知道 要搞什么事情 但他一身的修行 却是不可小觑 南疆那里 想来也没什么人物 可以害得了他 所以 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了 倒是 道玄真人一正道 什么 水月大师 向道玄真人忘去道 你此次其他弟子 都不派遣 只遣其二一人 单独去南疆的坟香谷 而且事先居然也不和我商量 说吧 他面色突然冷了下来 冷笑了两声 道玄真人的眉头一皱到 师妹啊 其中缘由 我后来是跟你说过的 你不是也没有反对吗 水月大师站起身来 淡淡道 我虽然不反对 但我这个徒弟的性子 向来刚烈执着 你是知道的 凡事 还是做的 有些余地比较好 说吧 也不等 道玄真人说话 自顾自的 就走出了大殿之外 道玄望着他的背影 忽然摇头 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鬼王宗 从鬼王以下 青龙 幽姬等人 都站在石室中 旁边是鬼丽和小白 最僻静的角落里 一身黑衣的鬼先生 孤独地站在那 只是现在 却没有人有心思 去注意那个黑暗的身影 所有人的精神 都紧张地望着 站在碧瑶寒冰石台旁边的 大巫师身上 鬼丽不由自主地 悄悄地握紧了拳头 在这个场合里 他并没有让小灰也跟着过来 望着大巫师衰老的身影 和白气清烟中碧瑶的容颜 早已心智如钢的他 竟然身子也开始 微微地颤抖 十年了 十年来的渴望 无时无刻不缠绕心头的梦魇 这份希望 此刻就在眼前了 大巫师的身体 轻轻地摇晃了一下 身后的众人一阵动容 鬼丽忍不住向上踏了一步 就连一向沉稳之急的鬼王 眼角竟也抽出了一下 大巫师转过头来 对着众人笑了笑 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只是经过昨晚一夜的休息 今天见到的大巫师 气色却似乎并没有比昨天好多少 反思有更加衰败的趋势 苍老的脸上 每一道皱纹都深深地刻了进去 就像是在榨取着他仅存的生命 实事之中 只有大巫师 渐渐粗重地喘息的声音 鬼王 与站在身边的鬼力 对望了一眼 互相都看到了 对方眼中隐约的胶着 呼得 大巫师颤巍巍地伸出手去 锁齿方向 正是碧摇双手握着的那只荷欢灵 金色的灵挡 在白皙的手间竖立着 闪烁着柔和的光线 灵身之上 慢慢倒影出 那只越来越接近的苍老的手 下一刻 枯稿的手接触到了荷欢灵 寒冰时事中的所有人 都屏住了呼吸 从大巫师的手指尖处 缓缓亮起了幽蓝的光芒 渐渐闪亮 只是随着这光亮 不停地闪烁 大巫师脸上 也变得更无一丝的生气 只如死灰一般 仿佛像听到了什么呼唤一般 突然沉没了十年的荷欢灵 竟然迸发出一声清脆的铃声 轻轻地回荡开来 鬼王与鬼力的面上 顿时现出了激动的神色 两个男人 竟然忍不住 同时地向前踏出一步 只是片刻之后 他们同时醒悟 这才控制住自己 但眼光早就死死地 盯着大巫师的手指 那清脆的铃声响过之后 荷欢灵灵身上 缓缓地泛起了一层 金色的光亮 虽然并不明亮 但几乎 就是在这层金光泛起的同时 大巫师的脸上 突然现出了吃力的神色 片刻之间 这间寒冰时事中 突然寒气大盛 在场众人几乎同时变色 能站在这里的 哪一个都是 道法修真上的大行家 几乎是下意识的 鬼王和鬼力 以及小白都飘身而上 但就在寒气瞬间扩张之际 荷欢灵上原本柔和的金色光芒 转眼变得炙烈 几乎如有形之火 轰的一声 在时事中 向四周迅速无比地蔓延开去 大巫师首当其冲 身体更是本来就弱 瞪时整个身子 被这炙烈之光打到半空 一口鲜血 就这么生生地喷了出来 鬼王的身影 鸡如鬼魅 瞬间出现在大巫师的身旁 将他的身子接住 鬼力同时出现在他的身前 世魂魔望凌空出现 一道玄清光环 转眼现身 挡住了那 势如排山倒海般重来的金陵智芒 而小白白色的身影 却出现在了寒冰石台之旁 手起触 一道白芒缓缓缓而下 将荷欢灵笼罩其中 片刻之后 颤抖的荷欢灵 缓缓地平静了下来 那片金色智芒也逐渐消失 时事中的气温也恢复了原样 众人都向鬼王搀扶的大巫师看去 只见被这一击 大巫师蹊跷 都有血丝渗出 任谁都看出这个老人 拾已到了垂死的边际 只残留一点余力而已了 一片寂静当中 所有的人面面相去 正正地说不出话来 直到一声喘息呻吟 打破了这片死一般的寂静 大巫师慢慢地睁开眼睛 勉励地站直了身子 鬼王为之动容 伸手欲扶 大巫师却缓缓摇头 鬼王默默点头 眼中转过一丝佩服之色 慢慢地收回了手 大巫师喘息片刻 抬起袖子 慢慢地擦去了 口边的鲜血 开口说话 只是这话里的声音 竟是沙哑无比 这位小姐 残存的一支魂魄 的确就在这和欢灵中 众人聚都无声 大巫师深深地呼吸道 只是这和欢灵 乃是一宝 本身所运灵力 等如自成以坚固法阵 虽然如此才能保护 小姐的魂魄 但外人想要取出 也非要破去这和欢灵不可 话刚说到这里 他身子忽然一晃 刚刚擦去血丝的嘴里 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鬼力冲上了几步 将这老人浮在了怀中 嘴角动了动 终于还是忍不住的 前辈 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大巫师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 淡淡一笑 呼得压低声音道 你 我忘了当日在七里洞中 答应我的事啊 鬼力一正 点头道 前辈放心 大巫师 大巫师长出了一口气 慢慢地推开了鬼力 转身对鬼王等人道 如今之际 要破去和欢灵灵力 又不能损害小姐的魂魄 我 只有布下南疆巫术中的 招魂引发阵 看看 能不能将小姐的魂魄 从灵身中引出 咳咳咳 一阵剧烈的咳嗽 打断了她的话 众人对望无语 谁都看出 这老者游尽灯枯 再说 要布这个什么招魂引 真不知道她能否撑到 那个时候 鬼王一咬牙 上前一步 对大巫师抱拳道 大师 为小女如此尽力 在下感恩不尽 其他事 大师不必担忧 只管放心施法就是 无论结果如何 鬼王宗 必定不会让大师失望就是了 大巫师缓缓点头 沿有安慰之色 喘息片刻 第一声道 赵文银 乃鬼魅之术 在场生人不宜太多 就请鬼力公子和宗主留下帮忙 其他诸位 暂且都出去吧 鬼力与鬼王同时点头 其他众人也不带他们多说 纷纷退了出去 片刻之后 寒冰十世中 只剩下了大巫师和鬼王 鬼力三个人 大巫师的脸色衰败 身子慢慢地颤抖 却是再也站立不住 身子一软 缓缓地坐到了地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